哇,中国是地理环境最好的国家吗? 我们中国的地理条件啊,其实非常好的 像这本书,刘欣诗给中国孩子讲中国地理 他里面就说到,我们中国是得天独厚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天爷特别的关照 中国位于北半球中纬度的大陆东边 是非常典型的制风伺候区 比世界上别的地方都好得多 那么为什么是制风区就比别的地方好得多呢? 他后面讲了很多,我给你念一下他后面的总结 在有规律的制风的影响下,一年四肢分明 非常有利于农作物和其他野生植物的生长 也对人体的健康和生活有许多的好处 加上制风带,地处中纬度,不冷也不热 真是老天爷特别的恩赐 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 许多高山的山上,山下侍候大不相同 山顶值着万年不化的冰雪 山下却百花盛开 形成了寒暑鲜明对比的脸从天 中国实在太大了 不消说,北方和南方的赤后也不一样 从北往南数一数 分布着温带、亚热带和热带 不同的赤后条件是生物资源丰富 地形和水流特征有别的重要原因 多姿多彩的赤后环境 合成了中国的大赤后 它真的是宇宙不同啊 所以我们中国的地理环境啊 实际上是非常优越的 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繁衍生殖的一块宝地 那么我们中国的孩子一定要了解我们中国的地理 这样他才会有自豪感 才会热爱我们这个国家 才会知道960万平方公里 地大物博并不是虚的 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套书 就是刘兴师写的《中国地理》一共有资本 它是分成了伟大的中国篇 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 以及华东地区 这本书啊最大的优点是它的文笔啊 特别的优美 它不像普通的地理书啊 普通的地理书就像一个百科知识一样的 就是讲知识 它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地理的散文师 它里面的配图呢也非常多 然后每个城市呢 它都有一篇非常优美的文章 来介绍这个城市 介绍它的地理环境 介绍它的人文 是一套非常优美的书 用这道书啊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地理达人 从而呢 让它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一套吃本只要69元 点视频中的小黄车就可以购买 抖音 抖音 感谢观看